大家好 欢迎回到平定天下频道的世界的中国节目 在这里我们仍然要向对我们给予热情支持 并且全力配合的新老朋友表示感谢 因为在平定天下我们卷土重来以后 面临着很多的压力 尤其是油管对我们这一类节目 对我这种不亮相 全凭内容本身去影响观众的这种节目 他的推荐指数不高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观众屡次给我指出来 说节目内容还行 怎么观看 老是在一万两万之间徘徊 怎么定应该上五万 为了这一点 我们也在摸索 和大家群测群力摸索怎么对付油管 目前我们找到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式 比如说最直接的就是点赞 您在节目下方竖起的那个大拇指那个符号上 点一下就是点赞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点赞的方法说的这么具体 那就是因为我们的观众 跟别的观众确实不一样 我说邀请您点赞 很多朋友就到留言区写了两个字 点赞 拜托 这真的不是点赞的正确方式 正确的方式就应该在那个符号上点一下 不过没关系 不管是做节目还是听节目 咱们都共同学习 共同成长 从今天开始 我希望您用正确的点赞方式点一下 那让我们的节目能够到达更多的观众那里 在这里向您表示感谢 那言归正传 这两天 华尔街日报的魏灵灵 又出了一篇非常非常不错的报道 那真是人人心中有 他人比下无 为啥 习近平派遣了一个特别代表团前往纽约 谁组成的呢 都是一些离退休老干部 当然级别并不低 带头的就是原来外交部曾经的副部长 还有很多 比如说前 驻美大使崔天凯先生 来十几个人吧 这些人 在 拜登和习近平见面之前 在纽约先见了面 报道指出台湾问题和美国的技术管控是最新的痛点 拜登和习近平双方都在制定政策以抗衡对方的力量和影响 虽然抗衡对抗是主轴 但是这里面有拉有打 有斗争 也有协作 就算是斗争 双方谁也不想让这个斗争脱鬼 所以习近平派人来了 而且来到就直奔老领导那去 你看习主席这些人就任老领导 这位老领导不是一般的老 97岁了 保险业的高管叫格林伯格 Greenberg 那北京方面派遣了这些高官 也包括一些企业的高管 来跟格林伯格见面 为啥 因为格林伯格是在中国曾经最成功的商人之一 他在北京的权力集团上也有一个特殊的地位 还曾经跑到北京 专门领取了那个中国人民友谊奖章 北京将97岁的格林伯格 视为打引号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中国人老朋友 格林伯格应该说是一个英雄 但是是一位过气英雄 97岁了 对吧 曾经参加过二战 是二战的老兵 也是共和党的主要捐助者 他也是保险和投资公司 CV Star and Corporation的首席执行官 他还曾经是那个 too big to fail 曾经在金融危机之后 号称大到倒不起的那个AIG 美国格际集团的前首席执行官 格林伯格 那为啥 这个时候来 为什么是格林伯格 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 习近平在今年10月20大会议结束后 立即批准由外交部下手的这个所谓智囊 搞了这次行程 那这次会谈之前有意思 格林伯格不愧是老江湖 老领导讲政治 他提前通知了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就是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以及相关机构 但对这个事 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予置评 也不说他什么态度 但是可见这个事情之敏感 为什么以前来了中国这些智库 好多人呢 所谓的这个二鬼外交 中国的好多智库 喜欢搞这个所谓的二鬼外交 当然了在这个宏观大形势下 在习主席的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下 这些二鬼外交啊 搞起来更像是二逼外交 挺傻的这帮人都 那搞智库 特别是这些搞和美国相关的智库 在中国已经成了生意 喜欢热衷搞这事的人呢 也分成各个派系 这次来的是明文正派 是这个前国交部这帮人 自己搞的这个智库 由他们来 当然同时还有一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就是那个CCG 也是非常活跃的一帮人 还有一个什么太平洋基金会 还有几个都是不同的智库 在争这个有限的这点预算 那都是中央给的钱 现在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刻 他们来跟格林伯格谈 那之所以是他 也主要是因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 格林伯格表现的 他确实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和那位基辛格有一拼 最近的那就是今年夏天的时候 随着中美之间紧张关系持续升温 格林伯格在花街日报 发表了一个opinion 一篇评论文章观点文章 在那里他公开 强烈的呼吁 要和中国不能脱钩 不能disengage 要engage 要重建具有建设性的双边对话机制 同时他宣布建立一个 由美国的高级商业和政策领袖 所层小组来干这个事 你看这个商人他要搞这个小组了 这个事这篇文章被秦刚 亲自拿到了北京 交给了习主席 习主席一看 习主席不但能看得懂 朱晓平这样的文章 也能看得懂格林伯格这样的文章 习主席马上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让外交部成立一个小组 这个小组和格林伯格 搞的这个小组 作为对应 互相测应来进行相关政策的研讨 进行相关信息的披露 那 中国外交部下属这个智库 叫中国人民外交学会 原来很多退休外交官没事去了 就去这 那这次 成员13个人 美方也是13个就包括中国驻美国的前大使 崔天凯 前商务部长陈德明 还有前国家发改委副部长宁吉吉 这几位就一起来了 那在11月10号和11号两天 在格林伯格在Park Avenue 美国纽约Park Avenue 公元大道的总部进行了讨论 美方的成员呢 当然包括格林伯格 也包括农业综合企业 叫County Group 还有美国的参议员 前参议员 Joe Lieberman 也是比较重量级的 还有两位 前美国驻中国大使 一个就是鲍克斯 鲍克斯 鲍克斯 还有一位 就是布兰斯塔德 一位是 埃尔瓦州的 另外一位是蒙大达州的 这两位也来参加了 那这次会议 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 就是双方都认识到了 中美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 双方都认为应该要设法扭转这个局面 当然这里面的核心问题 就是台湾 这些中方的代表团成员重申 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不要玩火 不要搞错了方向 不要搞错方向 那美国呢 同样也提到了台海和平的重要性 但是中国代表团强调是 台湾和中国大陆最终统一 这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实际上格林伯格 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 这个这么高的注意力 这不是他第一次 当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 甚至是中国八九年六四的时候 格林伯格就成为不顾群群汹涌的世界舆论 率先在中国进行投资的美国商界大佬 所以那批人啊 包括李嘉诚 那都是中共感恩戴德的 所以也给了他们非常非常多的 别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待遇 你比如说 李嘉诚 北京就给了他大片的地 包括东方广场 也压成的 别人想也甭想 像格林伯格也是一样 竟然他和朱镕基勾兑 朱同意他在中国搞一个保险的独资企业 美方独资百分之百控股 这个成为各界羡慕不已的这么一个焦点 尤其是欧美那些保险企业 因为欧美这些企业想进中国啊 是难上加难 尤其是涉及到保险 涉及到金融 但是格林伯格愣是搞了一个独资企业 这也是当年他在六四的时候 表态战队 比较得中共欢心有关 当然他和中共最高领导人有斗争 也有合作 他确实吃到了大的甜头 但是中国入市的时候 因为在入市相关的文件里面 他们说的是外商独资企业 在中国 比如说像外国企业 像搞保险的之类的 最多股份只能占到百分之五十 但是格林伯格 那就是百分之百是外资的 那这些别的保险公司就盯着呢 那你怎么 格林伯格这事怎么办 那按中国的法律规定 那你就得取消掉 对吧 那你就得把这个股权给他改过来 那格林伯格就急了嘛 所以他和这个朱镕基 也爆发过激烈的争吵 他现在写信 指责朱镕基 你们说话不算话 朱镕基哪理他呀 是不是 那随于时比义时 当时你八九的时候 你支持我们了 我们已经给了你好处了 现在我要入市 我当然要取消你的这个待遇了 总而言之 是既有合作又有斗争 格林伯格跟中国的最高层的关系 是此起彼伏 所以格林伯格不愧是老江湖 那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 他能不能又像 当年在八九六四似的 靠出卖这张老脸 靠出卖基本的人格 像其他华尔街这些大亨一样 就不要脸了 就卖了 能不能又捞到一大桶金 我表示怀疑 我表示怀疑 因为习近平现在这个政府 跟当年朱镕基那一代 他不一样了 朱镕基千方百计要融入世界 要入市 所以他和格林伯格这些人的核心利益 他是一致的 但习近平现在要走的路子 是要把中国和美国彻底切割开 只不过这个切割要有节奏 同时切割里面不耽误 他利用这些资本家 因为他知道这些资本家 就像马克思说的似的 只要你出购足够的价钱 你甚至能把搅死他们自己的绳子 卖给这些资本家 格林伯格也不意外 所以对外资 纯粹是一种利用的观点 跟当年是不一样了 当年利用外资 还真的是要提高中国的管制水平 提高中国的企业水平 管理水平 是吧 出口创汇 提高盈利能力 这些都不存在了 这些都不存在了 其别说你去外国企业了 他连中国的私企 他都一再打击打击再打击 何况这些人呢 所以 随时比一时 那些拿格林伯格 当年和朱镕基关系多么好 和龙永途关系多么好 说事的 那都是过去了 那都是过去了 现在这个绝对不一样了 绝对不一样了 另外习近平这些年投资的通过这个王岐山也好 通过其他人投资这个中文明老朋友 好几个呢 好几个 势头啊都不太好 比如说这个基辛格 基辛格啊 在华盛顿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 华盛顿的这个对华的政治家 一波又一波已经有好多波了 这里面大浪淘杀都淘汰到 都已经淘汰掉好几代了 所以这个中国这些最高领导人 怎么还能指望像格林伯格 这些人能够立挽狂澜 能够帮他怎么怎么着呢 如果他有这个本事 他也不必这个颠不颠的 就开这么个会 一些离退休人员来访问美国 他还要跟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去报备 你要牛逼你报备个啥呀 这就说明了 他也是小心翼翼 金若寒蝉 早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能量了 另外他请来的这些人 美方的这些所谓的这些高级官员 美方的政治和美中国的政治 他真还是不一样 中国这些老领导 退而不休 发回余热 在后面唐王补禅 黄雀在后 在后面垂帘听证 把自己在位的时候提拔上来 这帮小伙子小姑娘们给用个够 中饱私囊 美国他也这么干 但是还是有个度的区别 也有一个操作方式的区别 你现在美国已经退掉了这些人 你谁敢代表中方的利益 去游说美方 以牺牲美方的利益为代价 搞这些事 你要搞也可以 那你去司法部注册中国利益代理人 是不是 你做成代理人 就跟中央电视台跟新华社似的 那你可以干这个事 但是有几个资深的美国的这些政治家 会干这事呢 所以我认为这种交流 纯粹是一种堂会性质的 目标是谁呢 目标就是继续骗习主席 大家没听错 我认为格林伯格和中方这两个代表团 都是合起来骗习主席 微商这么说 美方这些代表团的成员 确实已经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了 另外如果起作用 他首先要考虑的 应该仍然是美方的核心利益 另外那你说通过这个所谓的二B外交 也叫二鬼外交 把有关的信息传达给美方做一些工作 拜托 美方正儿八经公开透明 官方的渠道一直是敞开的 他需要你带什么话 人家不需要 有完全在中国有这个 在中国有这个美国大使馆 这个伯恩斯大使到了中国以后 待了多长时间 前的节目咱也提到了 十几个月 中国的相关方面 王毅好像才同意见这个伯恩斯一面 你看你跟这些正儿八经的 美国驻华大使 你这个架子拉得足足的 那个战狼的嘴脸啊 这个表露无遗 但是你在这个二鬼外交上 你又寄予很高的希望 这不是拧巴 这不是这个脑筋分裂吗 你在那个最正常的渠道上 都搞得一塌糊涂 你能希望指望这种花边形的 这种锦上添花形的外交里面 能起到什么真正的效果呢 所以啊 美方这些人也就是跟他谈谈 起不到什么关键作用 另外 我相信美方代表团谁来 那中方也是过目过同意 才来跟他谈的 这个老江湖啊 格林伯格啊 肯定也是费了心思 来准备这个名单 但是在我看来 这个名单啊 完全不够充分 完全啊 有那种 霍西尼想骗之西主席的感觉 为什么 这些人本来就是对华的友好派 拜托 你看 现在两位驻这个美国驻中国的大使 这个鲍克斯啊 和布兰斯塔德 他们跟中国关系好的不得了 这个鲍克斯回到蒙特纳以后 还还是个参议员 他家还有个咨询公司 这个咨询公司啊 主要就是做亚洲业务啊 布兰斯塔德就更不用说了 他俩的儿子 这两位大使的儿子 只要是和中国有关的这种商务宴请会议 大老远的坐着飞机就来了 一次也不错过 所以他这里面 他本来就是对中国极度友好 而且想从中余力的这帮人 这帮人可以说你变相的穿着西装 总部在华盛顿的马仔 你让他做什么工作呢 你应该做的 让对方接受的 是本来对你印象不好 甚至很反感的那批人 能够对你印象变好一点 所以这一次 你如果能邀请到 这么几个人 我认为这个会议啊 显得非常牛叉 有水平 比如说谁呢 比如说那个博明 前国家安全副国问博明 博明人家中文说的比我都溜 是吧 而且原来也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对中国非常的懂 他对中国看的就比较透 比如说 外界通常认为两岸应该更多这种二B外交 这种民间智库 所谓的打引号的民间智库 北京来的哪有一个是民间智库 都是拿着这个 有关部门的钱 来这做说客的 他跟美国的智库 真的是不一样啊 因为美国的智库 我们很多时候是能看到批评美国的声音的 而且批评的非常激烈啊 这里边比比皆是啊 外界很多人认为两岸 让二B外交加紧进行 两岸甚至设立一些电话的热线 避免意外导致战争 这是这些智库的人最常说的一句话 其实也是特别傻的一句话 我看这话都觉得看不下去 哪有什么意外 美国和中国没有意外 这个前提啊 根本就不成立 因为战争对每个国家来讲 那都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 关乎国运啊 没有任何人会因为意外发动战争 但是意外好多时候会成为发动战争的借口 所以这个关系是这样啊 博明啊 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博明跟我的观点啊 基本一致啊 所以把避免战争的希望啊 寄托在避免意外上 通过这种所谓的二鬼外交 二B外交 通过这个所谓的这个热线 那都是这个假招式 都是扯淡 最重要的就是备战 就是台湾展示像乌克兰似的 展示保卫家园 保卫自己自由和主权的意志 这才是导致中国不敢动武的决定性元素之一 当然其他的元素呢 就是美国的支持 绝不动摇啊 所以这种时候啊 官方态度很坚决啊 你看博明现在离开以后 好像也去哪个智库当这个研究员去了吧 哎 你应该把他请来 你们真正对聊一下 让博明给你啊 研讨甚至是对谈一下 那这才叫有诚意啊 那这才叫有诚意 真的是要跟美方进行交流 如果博明都发现 哦 原来我误会中国了 误会北京了 那才叫有成果 你把一帮啊 潘大哈格啊 你的这些小蜜都叫来 有什么意义呢 哎 所以搞这种事就是为了骗习主席钱 习主席看我这么高级的干部都出来参加会议了 那下次去纽约我再给你批钱 在北京再给你家人啊 每年出报告 原来两个鱼种啊 英语法语 以后你出80个鱼种啊 外交部统一拨款 这些人都是为了骗钱 拼存在感 退休老领导 你还能指望他干什么 不就是拼存在感吗 所以在这一点上 是中美两国的智库联合作局 在骗习主席 就比如说这个最敏感的台湾问题 你这边二B外交聊的昏天黑地 好像能起什么作用似的 拜托啊 11月23号 123号吧 不是23 就是22号 就这两天 不是昨天就是前天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见面了 这也是几个月以来 首次两个国家的国防部长见面啊 谈什么 就是谈两国军方共同关注的问题 那比如说奥斯汀就对 解放军的活动表示关注 他说你们这么干啊 可能会增加发生意外的风险啊 奥斯汀还重申了美国的对台政策啊 就是我们会保证台湾的安全啊 并且敦促中方不要进一步迫害台海稳定 当然中国国防部表示 魏凤和也向美方重申了 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 并警告美国不要干涉台湾海峡事务 同时也强调了维护地区安全稳健的重要性 你看人家魏凤和和奥斯汀谈得多好 那手里都是有兵有炮 牵一发动全身 说干就可以干的 人家的交流管道很好 双方 双方的国防部在声明中都承认 保持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危机时期 你看人家有正常的沟通渠道 所以让这帮二B外交啊 真的是就是又激起一滩口水而已 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只会让人感到 中方又来 骗美国了啊 除了他没有请博明 我觉得这个显得不诚恳 显得鸡贼以外 还有一个人他没请 那就是白邦瑞 Michael Persever 白邦瑞就是那个百年马拉松的作者 百年马拉松 他就是干智库的 而且在此之前 他跟中方的智库搞得很热闹 但是白邦瑞啊 作为当年川普在的时候 可以说是首席的中国顾问 很纠差 他对中国啊 认识也是特别的深刻 特别的深刻 他写的那本百年马拉松啊 我认为是近几年 我看到的美国人写的 关于中国问题里面 特别特别地道 特别特别 这个精辟的一本书啊 我给大家举这么个例子吧 大家知道那个福建人 那个叫什么啊 蔡国强 蔡国强吧 对吧 搞那个爆破艺术家蔡国强 人家啊 这个白邦瑞写的本书 就以蔡国强在华盛顿的一场表演开始的 那是什么呢 当时他还不熟悉这个中美关系啊 蔡国强要来华盛顿演出啊 搞什么呢 搞爆破 大过年的 而且是圣诞节的前夜啊 他搞了个什么呢 在美国某著名智库的大门口 那个广场上 把美国的圣诞树 储那儿 然后他用他的这个炸药 把这个圣诞树啊 一节一节的炸掉 然后黑烟弥漫 升向天空 美国这帮白左啊 性装采烈 鼓掌延欢 说哎呀 这他妈真艺术真好 在这个围观的群众和嘉宾里头 就有白邦瑞 白邦瑞啊 左看右看觉得心里不踏实 你说来一个来自中国的艺术家 在美国人民最传统的节日 圣诞节到来之前 在美国华盛顿的土地上 把象征 美国团结和谐的这个象征 这个圣诞树给炸掉 那为什么美国人还都这么高兴呢 这个蔡国强 蔡国强到底干啥的 他仔细回去一查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竟然发现 蔡国强是毛泽东的忠实拥堵 蔡国强在不同的媒体 面对中外媒体都这么说 他崇拜毛主席 崇拜斗争哲学 崇拜残酷美学 看到这个 这个白邦瑞就明白了大半 那就是 蔡国强这些艺术家 说白了 就把美国人当傻逼了 美国的白左确实就是一帮傻逼 你看中国来的一个 这个毛主席的这个fans 在美国这个 这个这个 首都华盛顿 在圣诞夜的当天 把美国的圣诞树给炸了 不但炸了 你们还得给我鼓掌 不但鼓掌了 当天晚上 美国这些智库 还给这个蔡国强颁奖 给了他50万美金奖金 亲手 好像是希腊里克林顿 亲手把这个奖章 受给了这个蔡国强 所以这个 这个白邦瑞越看越不是滋味 就动了这个信 决心写这个百年马拉松 他认为啊 中共啊 是有一个长远的计划 在一百年之内 要干掉美国 取而代之 这个不是一个全方位的 不但要在经济实力 军事实力上超过美国 还要在人心上 在你脑子里咋想 咋转上 他要干死你 那这些所谓的科学家 所谓的智库 所谓的艺术家 跑到美国来 都是干的这个 都是干的这个 那么说啊 非常精彩 我建议大家好好的去读一读 好好读一读 所以整个书结尾啊 这个白邦瑞认为啊 中国所谓的双赢啊 就是指中国要赢两次啊 大家一定要小心 所以最近这些年的 这个中美关系 这些这些这些波折啊 你白邦瑞看得很清楚 有些决定啊 也是他帮着政府做的 所以你看他也是智库 你怎么不把白邦瑞请来啊 让白邦瑞给你啊 这个枪对枪 炮对炮啊 在那里好好地聊一聊啊 那就像那谁说的啊 沈云县阳谷险大险 不行咱就走走砍 是吧 有什么话摆明了说啊 而且跟对手直接谈啊 跟白邦瑞这样的 跟博明这样的 你跟这帮老邦菜啊 这帮这个建了一点利益 恨不得把他妈都脱光了 卖给中共的这些 所谓的华尔街高管 你跟他们谈个鸟啊 你也知道谈了没什么作用啊 所以我认为这是中美双方这些鸡贼啊 是骗齐主席钱的啊 这种活动起不到任何好的效果 因为但凡对中美关系有一点啊 真知灼见的这些人啊都知道啊 你们来这儿啊 要么就是想来骗我们的 要么就是想来黑我们的 毕举其一 没有别的任何作用啊 所以我们看到关于这个 格林伯格啊 这个中国人民老朋友 这个二鬼外交 二逼外交 又重新抬头 证明双方关系缓和 狗屁缓和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就是一个非常啊 这个退休老同志啊 为了正预算 正资金啊 跟上面把这个事编的无比重要啊 中央也不缺这个钱 你看人家美国人都动手干了啊 都要搞小组 那我们也搞吧 就来了啊 但是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是最核心的矛盾 就这一点上双方越走越远 这一点解决不了 其他都是扯淡啊 涂增笑耳涂增口水 涂增削饼啊 这就是我对这次二逼外交啊 来美国访问了一个基本判断啊 请大家务必啊啊 批判的吸收 因为所谓的作用大不大呀 这都是些主观的看法啊 肯定作用比我去说要大 这个我承认对吧 所以也可以说他的作用大 那所谓大小 那就看你从那个角度看啊 我认为正面的作用啊 是微乎其微的啊 那我们今天节目啊 就先做到这儿 我诚挚的欢迎您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啊 所谓点赞不是让你留言写点赞啊 当你写也行 更重要的是在那个 竖起的大拇指上点一下啊 谢谢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小朋友戴好口罩 带你八六一 这儿咋嘛就是富士航的 抛个 那为了抛了呀 抛了呀 抛去到二去啦 抛去到二去啦 抛去过来了 我给打了 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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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有事啊 我操 他们今天有人说 一个钱打到卡里 然后卡被冻结了 所以说又二次暴风 真的假的 真冻结了 我不清楚 这么狗 这是哪个对的 大家好 欢迎回到 平定天下频道的 世界的中国节目 昨天啊 我一口气做了两期 聊了一期世界杯 还聊了一期啊 就是关于所谓的二鬼外交 也叫幕后外交 我现在把它完全可以称为出轨外交 也完全可以把它称为要叫二B外交 节目的详情啊 都已经发布了 大家可以去观看 世界杯那一期啊 要缓一缓 因为就在我想发布这期节目之前 有观众朋友给我点题了 说哎呀 富士康出事了 你得赶紧聊一聊 哎 我啊 通常都是从善如流 观众的需要就是我努力的方向 所以啊 我赶紧加个班 聊一下富士康的情况 在此之前啊 恭请您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啊 喜欢我们这个风格和调调 麻烦您在节目下方竖起的那个小手上 点一下就是所谓的喜欢 也叫点赞 你点一下啊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方式带动一下节目的浏览量 因为油管对我们这种类型的节目啊 推荐的热情不是很高 它的这个算法啊 也不够 配合度不够强啊 所以我们要靠自己的观众啊 任何事情啊都得靠自己啊 从来没有啊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啊 要想在油管上混口饭吃 就得靠我们的观众朋友啊 拜托您点赞打赏 也欢迎您啊 在下方留言 更欢迎您加入会员啊 会员加入会员的二维码已经有了 请您加入啊 如果您太忙不想做这么多事情 您就做一件事情 就是点赞就可以 好言归正传 富士康的事情啊 发酵实际上已经有几天了 但是到昨天为止 发展到了一个暴力冲突的一个成分 可以说河南人民啊 真是够倒霉的 河南啊也真是多事之邦 多事之秋 这些年啊就没省事过 每次出事都是那种恶性的啊 规模非常大啊 反响非常大的 你看从郑州大渔淹死这么多人啊 然后啊又到这个富士康出事啊 又赶上河南村镇银行暴雷 这些事情貌似没关系 实际上它都有关系 我们先看一下富士康这个最新的事件 它的根本原因 我看这个查阅了很多的资料 我看比较靠谱的一个说法是这样啊 富士康前段时间不是缺工吗 工人出走啊跑到外地去了啊 形成了浩浩荡荡的这个逃亡大潮 有人把这个逃亡啊 比作冯小刚拍了那个电影1942 那赶得上当年河南人民大逃荒了啊 这个事情导致的后果就是 富士康没工人了啊 全球生产链受影响 而在这个时候迅速的让国际资本恢复对中国的信心 用iphone这个事情 富士康来做一个标杆啊 那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所以我相信河南省来自中央 对富士康这个缺工这个事件啊 都很着急 当然最着急的是厂方自己 然后厂方就开始招聘了 全国招聘 开出的条件很丰厚 结果一下就招了十万人去郑州富士康上班 那原来郑州方面的相关的这个政策啊 是你来以后先要在郑州周边的城市隔离嘛 隔离这四天都是带工资的 所以你看这些外地这十多万人就来了 觉得隔离两天就隔离两天嘛 无聊归无聊 但总算有钱 不是让你在那白待着 现在的问题是 有的人已经到了富士康那边隔离了 第一批进去的新员工 已经进入郑州富士康园区了 过去承诺的新老员工分开住 但现在来的人发现新老员工 还是住在一个宿舍楼里 这就意味着 老员工已经染了新冠 或者是无症状的 和新员工混在了一起住 而老员工已经七八天没有做核酸检测了 因为河南撑不住了 没人在做核酸检测 富士康也不是这么全力以赴的在做核酸了 所以问题就来了 新员工害怕 觉得我大老员跑来了 来你这打工 你让我和老员工住在一块 那我这不是分分钟就要被染上吗 染上以后不但上班上不了 钱没有了 回乡都成问题 他们觉得被富士康欺骗了 另外就是钱 大家收到了富士康发的信 在来富士康之前 签了那份合同 包括隔离期间也付钱 还有其他的一些合同 到了富士康以后 给了新的合同 大家发现不一样 阴阳合同 有些钱答应好的不付了 你看一个是有染上新冠的危险 一个是发现厂房变卦了 收好了钱不给了 他们就开始觉得受不了了 好多工人开始闹事之后 一直发展到形成了今天这个暴乱 当然郑州有关部门处理这个事情 还是比较生硬 当然他们只会用生硬的方式 这叫斗争态度鲜明吗 这叫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吗 所以他们很快调来了防暴警察 打的是一塌糊涂 当然聊起这个事情来 还是要小心油管会封我们 因为一旦涉及到未成年人 然后涉及到这种暴力事件 油管十有八九给你黄标 所以有些细节 我只能点到为止 那更多的细节 要靠我们观众朋友 你自己去搜一搜 那就明白了 大致的情况 就是这么一个前因后果 那河南福士康发生了这个事情 因为是福士康 因为涉及到iPhone 也因为是河南 更因为是中国 在所有的因素都是非常有新闻价值的 所以我上网搜独一下 河南福士康这个场 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 警察断用了武力 打得不可开交 这个事情登上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 中国的疫情报道里面 如果按区域算的话 最引人注意的 就是北上广深 这四个地方 除了北上广深 这四个一线城市以外 能在一百年来 有机会寄身 超大型城市之列的 就是郑州 因为郑州老出事 老是爆发这种 非常有新闻价值的事件 所以郑州 真的是新闻记者的福地 当然现在一般人都进不去了 那根据最新的进展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事情影响太大了 郑州方面赶紧出来 想办法处理 一手来硬的就是派警察 一手要来软的 现在有说法是 郑州方面 福士康方面都表态了 都表态了 可以大家自由返乡 还给钱 给一万元的费用 有个个别的省份闹得凶的 可以给两万 这里边含了薪资 隔离费 邮工费 车费等等各种补贴 请大家有序返乡 政府会统一安排车辆输送 而且又用了高科技的手段 就所谓的离职码 办理离职登记以后 上车前先给你八千 返乡后 看到这个码 发现你真的回去了 扫乘车码 四小时内再给两千 你看安排的非常妥当 而且说的非常的动情 说这个费用 由政府公信力担保 此条信息具有法律效力 就是请你放心 赶紧的 我一定给你这钱 但问题的关键是 很奇葩 很奇妙 这种事情 可能只会发生在河南 为啥呢 有工人 扫了这个码以后 拿了这个钱以后 发现马上这个码就变红了 你哪都去不了 你说这个郑州方面干这个事 是故意的呢 是故意的呢 他是故意的呢 这个里面就是悬崩大了去了 那这个事情啊 正在发酵之中 我们看到相关的信息啊 推特上还有相关的媒体 传达出来一些信息啊 郑州方面啊 已经派出了身穿防弹背心的 大量的这个警察 正在赶赴现场 因为形势啊 非常的混乱 也非常的危险 那我们看到 这种关键的时候 胡锡进老师 胡叼盘 又必须出来 收拾局面 稳定军心了 胡老师发了个微博 说看来是福士康内部 发生了一些纠纷 一度厂区内有一些人聚集 我觉得这种事情 没啥大不了的 应该脱敏 一个社会哪可能没有纠纷 而且还是内部之间的 你看这胡老师 胡聊盘出来洗地吧 洗了这么多年 我估计啊 那个手都洗出茧子来了 他每次洗地啊 给人感觉这事 和他说的 恰恰相反 你说这怎么可能是一个厂子里的事情呢 厂子里有特警吗 厂子里有 有执法能力吗 没有 这已经动用了 动用了这个警察 甚至可能动用武警 房贷被勤都上了 这个事情 没有这么简单 而且老胡所谓的将事情公布出来 他这次又提议将事情公布出来 他往往是 他自己发现了 事情已经兜不住了 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散发出来了 他站出来 冒充公平 冒充客观 说啊 事情要公布 群众有知情权 这个都是属于抖机领 那事情能公布吗 我到这个点了 再公布 你认为中央真的愿意吗 这些东西都是老胡 耍巧卖乖的一个表现 当然 凡事有利有弊 胡老师每次出面 评价某个事情的时候 就证明这个事已经发展成一个大事了 国内国际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了 再捂着盖着 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了 那这次 福士康出的这个事情 还是有很多的可圈可点之处 我觉得最重要一条 非常有意思 是啥呢 工人营道事 这次马上有关方面就答应给钱了 当然是福士康出面 说给钱而且以政府公信力作为担保 为什么答应的这么痛快 除了事情闹得比较大以外 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工人变得越来越会组织自己了 我们看到在现场的很多图片里面 在想请愿的这个道路上 有工人举着牌子 那举着牌子是干啥的呢 是分组就跟这个奥运会入场似的 下面有请中国的入场 刚刚刚刚运动员进行去详解 对吧 他们会玩了已经 按省份来组资 这个上访的队伍 请愿的队伍 这里面有啥好处呢 因为如果不按省份分 十万个工人 全国各地都有 他们的诉求 五花八门 你比如说河南本地的 他就不需要返乡 拿钱走人就行了 那不需要安排车 安排这那的相关的一些费用 那别的省的他就需要 远的近的 这些都不一样 如果所有的诉求都缴在一起 就等于没诉求 那就会非常的混乱 效率非常低 你看人家福士康的工人 按省份分 按省份分有什么好处 诉求相对的集中 诉求相对的极致 比较突出 一个省来的人 那总有自己 差不多的一些需求 那最最关键的是 一个省来的人 他齐心啊 中国有句古话 叫打仗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那维权的时候 老乡就得靠老乡 老乡在一起 同仇敌忾 这个就不容易被 很多方面给你拆散 所以我看这个郑州工人 这一次 把自己组织起来 非常有条理 真让我坚信一点 就是所谓的某些地方的人 素质低 不适合搞民主 这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 民主有啥复杂的 也没有这些白左 这些大学教授 这些所谓的媒体精英们 讲的这么复杂 你看人家郑州 这些福士康的工人 可能很多人就高中 初中毕业 人家一看这个局势 马上就会组织自己 你怎么能断定 人家这个福士康的工人 就不比你这些大学教授 更会搞民主的 这一条很显然不成立 这在我党崛起的历史上 这也不符合事实 当年苏区选举苏维埃政府 选苏维埃政府代表的时候 陕北那些老农民 他有啥文化 他会搞民主吗 人家就会 用绿豆黄豆红豆 一家分一把 你选毛主席 你就放一颗红豆 你选刘少奇 刘主席 你就放一颗绿豆 你喜欢朱德总司令 当苏维埃政府主席 你就放一颗黑豆 人老乡一听就明白了 人家会摆豆子就行 怎么就还非得填选票吗 你看苏维埃政府 当年就搞得很成功 这证明民主在哪都能搞 在任何人都适合 用民主的方式来对待他 他也有这个条件来 行使自己民主的权利 因为民主是啥 民主就是你做主吗 你做主的时候 牵扯到你的具体利益 你看像现在这个 人家福士康的工人 你组织的好 马上给你发两万 你组织的不好 后面待着排队去 是吧 这种重大的利益面前 每个人脑筋急软弯 赚的都很快 人家很快就把自己 组织起来了 并且取得了成果 所以这次 我们要为郑州福士康 厂区的员工点赞 人家搞起了工人自治 而且搞得很成功 在这里 也要感谢习主席 因为他的变态风控 变态清零 搞得逼得大家 自己千方百计 得维护自己的利益 所以你看 习主席这个措施 催生了多年 几十年未见的 工人自治的浪潮 后面会不会发展到 搞成独立工会 我们希望有这样一个可能 波兰人家就是靠独立工会 甩开了官方的工会 自己搞工会 工会的投网文萨 后来就成为新波兰的总统 后来还获了什么 好像获了诺贝尔和平奖 总而言之 我们没有证据表明 河南人 中国人的水平 就比波兰人差 什么事情 都看因缘际会 人家能搞得好 我们也一样能搞得好 所以习主席在登上大宝的时候 屡次提醒 屡次 语重心肠 斩钉截铁的说 竟无一人 是男儿 苏联就倒台了 他痛心痛彻心扉 一定不能让这个党 这个国家 走苏联的负责 但是你看他干了这些事情 叫算错不打算出来 反而催生了 工人进一步的组织自己 下一步农民会不会呢 我们看看 河南是农业大省 河南能不能在这方面 也领风气之先 我们有这种期待 另外 这里面的一些细节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 福士康 作为一个跨国公司 总部在台湾 是吧 我认为福士康这样的公司 尤其是他的客户 像是像苹果公司这种 他不会轻易的 去在公司的管理上 尤其是在对员工的一些政策上 和国际上通行的规范 离开太远 你比如说 说好了给员工多少钱 来到以后不认账了 这恐怕郭台铭 我估计干不出这种事来 那个苹果的这些大老板们 如果听说这种事 肯定也会撇嘴 也会施加一定的影响 因为很多的 这个西方的一些公司 你这个原材料 你这个用工 是不是符合国际标准 那是要求很高的 你看在欧美的 别说这个iPhone 你看那个咖啡店 你进去买咖啡的时候 那个咖啡壶上 那个大壶上都写着 我们这些咖啡豆 都是通过符合行业标准 符合行业 这么一个伦理标准的方法 采集来的 Sourced 英文叫Sourced 你看喝咖啡 他都告诉你我这个咖啡豆 可是正大光明进的美国 用工合法 这个没有污染 没有三聚清安 同时呢 我用的工人 我们都是合理合法的 你看西方这个东西 他有些东西仍然在影响着 全世界的这个用工 这些一些标准 福士康可能和这个标准有所偏离 但不会偏离太差 所以我不认为啊 到了以后突然反悔 说不给钱了 是福士康方面 是想欺骗这个员工 你说前段时间出了这么大事 是不是 这个员工都跑到街上大逃亡 徒步还乡 你好不容易招了这十万工人 你还为了这点钱 闹出这么大事来 我觉得不至于 但是他竟干出来了 为什么呢 就是没钱 钱紧 钱紧张 尤其是一口气拿出来很多钱 十万员工 十万员工 咱们就按这次遣散的标准看 十万员工 一人发一万 还不用算那个两万的 十万个一万是多少 那不就是十个亿吗 我是文科生 我这个数学不好 十万个万是不是就是十个亿 让郑州当地 不管是福士康 还是郑州市政府 或者是河南省政府 猛叉叉拿出了十亿人民币来干这事 他可能费劲 因为啥 政府尤其是基层 市这一级省这一级的 财政非常紧张 已经是 和尚头上的狮子明摆在那了 大家钱都吃紧 拆了东墙补西墙 核酸现在都做不起了 恨不得要老百姓自己掏钱做核酸 你说再给他们一下 罚这么多钱 郑州方面 河南省方面 乃至鸿海 富士康方面 都有点挺不住 我觉得这是为什么 承诺好的钱出现了反悔 也可能是出现了拖欠 这种情况是因为就是没钱了 所以中国现在这个形势真的是外松内井 很多政权的垮台 不是说他军队不够强大 军队够强大 你看苏联的军队不强大吗 强大 上朝都得穿那个带补丁的那个那个龙袍 那他就是没钱了 当然也要做着样子啊 你看我都穿带补丁的龙袍上朝了 你们那些大臣他妈的 贪账王法的时候 别再这么狠 讲究一下节奏啊 是吧 没钱就是最大的问题 你给当兵的得发军饷吧 你给当工人的得发这个工资吧 你这跟不上趟 触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了 这些人啊就要闹事啊 不闹怎么办呢 所以我认为地方财政吃紧 是这次河南又爆雷的一个关键的原因 当然除了钱的原因以外 还有就是这个宣传 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什么叫自食其果 我们看得很清楚 你说这些 富士康招来十万这个新员工 他担心和老员工住在一块 可能会染上新冠 说白了这种担心 从科学上来讲 是没道理的 没必要的 你跟老员工住一块 老员工染上新冠了都没事 要有重症的话 马上就送医院了 他没事就证明你也没事 而且招来这些员工啊 都是一些年轻力壮的 生产线上的工人嘛 你就算染上了 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他就是害怕 是打心眼里害怕 为啥 因为政府的宣传 新华社人民日报给他的宣传是 新冠必须可怕 病毒必须清零 那因为不可怕 怎么对外交代呢 那我们受了这三年的罪 不等于白受了吗 所以郑州工人闹事 完全就是出于一个无厘头的原因 对新冠的无理由的恐惧造成的 那如果实际上一开始 你就让整个社会了解 新冠没怎么可怕 你只要戴口罩 这个亲洗手 跟人保持距离 就没问题 生病了 是吧 50岁以下在家待着 自己就好了 50岁以上有基础病的 去医院 这不就得了吗 全世界都是这么干的 只有中国特殊 只有河南特殊 你既然觉得你特殊 那你出的问题也特殊 你像福士康工厂这样大的事情 我相信在越南 在印尼 在马来西亚 在印度 都不会发生 因为 他民间的 这个新冠的发展程度 比厂区还严重一万倍的 他在这都没事 他进了厂区 他觉得高兴 还能这个七八个人住一个宿舍 还有相对的一些隔离措施 还发口罩 高兴都来不及 他怎么会恐慌呢 他不会恐慌 所以今天造成这一切 都是这个变态清零 造成的民间的这个恐慌 所造成的 而且这种谎言的后果 他会叠加 谁也想不到 宣传这个的结果 会导致福士康的工人 不进宿舍 会导致他们大规模的冲突 再加上钱的事情 那就酿成了这样一个事件 所以很多时候 你越想省事 他就越添事 你越想 啥情况都没有 放开了跑 他越添堵 所以 人家把习主席 称为宇宙第一加速师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你说这些乱的不都是你自己惹出来的吗 你说现在这个乱象 这些突发性的恶性事件 不都是你让他发生的吗 事情发展到今天 责任在谁那儿很清楚 我们在海外 还有翻墙过来的这些观众朋友 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能做的就是帮着富士康的工人 扩大他们的声音 转发他们的呼吁 他们的视频 要多多的转发 多多的观看 多多的鼓励 因为很多事情 再也不要怀着那个侥幸心理 他们倒霉 赶不上我 我就当没事 你放心 你越这样想 倒霉 就在你家门口了 你说这些富士康的工人 他原来不这样想吗 他也这样想 这不终于来了问题 终于感到了他 那您能做的具体的事情 从现在开始 从听节目这一刻开始 你就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就是在底下那个喜欢那儿点一下 同时也给我们留言 更欢迎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谢谢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